以上就是我们所有业务指标部分的课程内容了,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和回顾。 首先,大家需要明确搭建业务指标体系的重要性,这是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的必备技能之一。 分析师的工作是从数据背后挖掘出规律,从而帮助业务做决策,因此只有结合业务的数据才是有意义的数据。 其次,对于业务指标的熟练运用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过程,因此我们需要先对比较常见的指标进行积累,然后再来加强在实际问题中的运用。 在完全理解了这些已有指标的原理以及计算方式之后,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学会自己根据实际的业务场景去构建指标。 因为业务场景通常是千变万化的,一套固有的指标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。 而在面对不同的业务问题和场景的时候,我们应该快速想到从不同的维度去进行指标的拆分,这个应该变成我们的一种肌肉记忆。 最后,希望大家从指标的拆分当中能够学到的一点就是,数据分析不是胡伦吞藻,解决综合性的问题通用思路就是要把一个大的问题化为小的问题,然后逐个击破,找到具体的落地点。 以上就是这节课程的所有内容,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。感谢大家的学习。